在印尼搭船这个感觉真的太宝了 它有增弦上万路这样一个岛屿 我一直都想坐一趟这种超过24小时以上的这种船 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四水 接下来的行程是快海的行程 这是我要坐的那个船 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 在印尼搭船旅行实际上是很普遍 但是对于国际游客来说 通常买船票的话可能只能在柜台购买 我带着这个轮船属于Pione公司 这张船票花了我34万5000英顿 大概相当于160人民币 我在四水座船的地方在市区的北边 一般需要提前两个小时抵达 这位是游客 这工作人员不放心 怕我找不着 然后带我去到这个 我的船部这块 OK 2151 这是我的铺 来这个船上之前 总统好像看到过船上那种照片 看着照片感觉还挺辛苦的 不过来了之后 我发现它甚至还有这个充电的地方 所以就是如果下了很多电影 可以在这躺着 然后一直在这看电影 甚至我还可以写视频 传台之前 我的感受是我还挺喜欢的 因为你可以很惬意的在这躺着 这个船有很多层 就我现在带着一层是 到我第二层 再往上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这里边有小卖布 一瓶矿泉水 小瓶的五块钱 所以可能就是来之前的话 尽量是在超市里买点吃的 靠近上面的这些层呢 有的是窗户能直接看到外面 第四层第五层网上 就可以看这个有这个窗户 你直接看到外面 这些都是我买的零食 那结果 可能我 山竹 泡面 花生 水 还有一个舌皮果 下午四点二十 以原计划 晚了二十分钟 出发 我一直都想就是坐一船 就是超过二十四小时以上的这种船 或者说好几天这种船 如果你喜欢这个大海上的航行 印度尼西亚绝对可以满足你 至少它现在正在实现我的一个愿望 跨海的量位形成 船开之后 里面有点变化 里面的这个过道上的 过了好多卖东西的 过道上现在有很多卖零食 卖食物的 就是可能 感觉是像把这个地摊直接放到船上去了 现在这么长的队伍 是在排那个晚饭 好像这个张票呢 传票呢还包含这个 看这么多人在这排 我也跟那一块排了 这个餐厅这块也能接 接着水 或者说 泡泡面 有饭有肉有菜 还有这个 和小葡萄牛仔 现在晚上八点四十 刚才五十 现在在剪视频 我的船库边上没有其他人 所以我也很幸运 自己的空间非常不错 另外船上也有免费可以使用的十分钟的WiFi 如果超过十分钟需要额外共鸣 但是仅限于你当地的网络支付 我们这个船现在是 我看了一下Maps Me 时速是33公里一小时 但是在海上可能是另外一个计量方式 第二天早上 现在有早餐 这个领算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大窗户 看 我载住 这上面竟然还有一份 比方这个鸡蛋 还有虾条 一个果汁 吃完了早餐 然后现在继续看海了 在印尼搭船 这个感觉真的太棒了 因为它有成千上万的 这样一个岛屿 就是从南海最西边的那些岛屿 到东边的那些岛屿 就是如果你是坐船的话 要七八天至十天以上的行程 我们围着这个船转一圈 大家就过来需要花两分钟 这里还有一个餐厅 这个厨师呢 这个厨师呢 他 他在工作真的就是 面朝大海 我说 就这么对着大海 就在大海当中 这一层 他的 甲板边上还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然后继续往 再往前面一层 你看这么多垃圾 可想而认 我们这个船上 到底坐了多少人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又开始发饭了 这一顿饭呢 有香肠还有鸡肉 就是他们这儿清菜比较少 整个船的运行非常平稳 几乎没有任何的颠簸 我也没有丝毫感召过 晕船现象 除了手机信号 可短暂使用的免费WiFi 船上还有电视 简单的洗澡间等等 第二天下午六点钟 这个船马上要到那个 终点了 然后现在又开始发饭 刚刚领完那个 今天的晚饭 然后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 发卡萨 忘记啊 今天晚饭 说昨天晚上好像差不多 晚上七点钟 那个船还挺靠岸了 二十六个小时 二十六个小时过去之后 我到了拿卡萨 二十六个小时跨海 跨了那个 长湾海 其实就像是在中国坐这个 长足的这个火车 迪尼它有 一万多 一万七千多个岛域 这样一个国家 怎样撤联这么广袤的 那样古地的 船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此刻我的进行特别的激动 不光是到了终点 另外是还能有机会 把这段旋车分享给更多的人 如果你来到英语尼西亚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船运的这样一个方式 如果你喜欢大海 如果你喜欢跨海 一定要来英语尼西亚 这里是世界上最棒的 这个船运的这个国家之一 然后以上也是本期视频的 全部内容 感谢你们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天 欢迎来到英语尼西亚 我们在另外一期的视频道上再见 拜拜 我们找搞什么 那样东西 restaurant 站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 中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